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杰认为 本手是本分的一手 形容在棋局中选择中庸 但是不平庸 俗手是庸俗的一手 本来是贬义词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妙手是卓越的一手 具有隐藏性和唯一性 不太常见 围棋中的手有层次的高低 有态度 生活中的手也是如此 有句谚语说得好 一个人的手就是人生的主宰者 闷心自问 手放在哪里 用手可以创造什么呢 去哪里露一手 搞清楚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发现 一个人的手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状况 手上残留的污渍 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 小时候常常和母亲挖红薯 回到家 打开手一看 很多的红薯浆怎么也洗不掉 就是用刷子刷几次 仍旧有一些斑斑点点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手上有红薯浆就会知道 他最近在干农活 职业大概是农民 以此类推 当一个人的支甲缝里有油漆的时候 能够判断他是一个油漆工 或者是工厂里从事油漆工种的打工人 一个手上有浆糊的人 多半是做纸盒 信封等工作的人 手上有墨汁 就是书生 或者是绘画的人 手上有积油的人 多半是修理工 通常来说 手上的污渍越多 往往代表生活条件越差 同时也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 一直在用手改变命运 命运常常会使人遭遇到一些奇奇怪怪 谁也无法预料的事情 命运也常常会使人落入某种又可悲又可笑的境遇中 使人根本没有 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不过 真正有勇气的人 是永远不会向命运屈服的 他们早已在困境中学会忍耐 在逆境中学会忍受 只要有机会 他们就会抬起疲惫不堪的双手 继续挣扎奋斗 只要他们还没有消亡 他们就有抬头的时候 手上的老茧 有人说 工人一双手 平地起高楼 农民一双手 寿地出相游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前提是 他要勤快一些 要随时用到手 看过一个关于大雨的故事 古时候洪水泛滥 顺帝非常着急 到处寻找治水的高手 经过一番打听 他找到了大雨 大雨不仅有治水的才华 还和人们一起劳动 拿起铁锹 走在最苦的岗位上 新婚过后第三天 他就离家去治水 三次路过家门口 也没有看望家人 为了赶工期 他十多年没有回家 当治水成功之后 人们发现 大雨消瘦了 皮肤黑了 手上有很多老茧 最后 顺地把位置让给了大雨 不难发现 那些勤劳的人 尚有通天的本领 下可以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手上有老茧 外表变丑了 但是人的心灵变美了 生活变好了 更重要的是 生活得到了改善 家庭 国家都得到了发展 世上没有什么捷径 沉下心去历练 钻进去磨练 就是最好的捷径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但你不努力 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当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成就时 总是把别人的成功归结于好运气 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 没有前期的努力与沉淀 怎会有后期的运气与飞跃 成功的人不是一开始就有一手好牌 而是他们在自己一手烂牌的时候 依然没有选择轻易放弃 而是扛住所有的压力 抵制所有的诱惑 默默努力与付出的结果 愿意对别人伸出手的人 在网络上看过一条消息 凯里市的一辆三轮车在大街上穿梭 车上的水果忽然散落下来 到处都是 一群小学生看到情况后 马上围过来 并且帮忙把水果捡起来 放入三轮车里 开车的司机见状都放慢了速度 还有车停下来 有秩序的等待 事后很多人给学生们点赞 一个人的手可以拿铁锹 话筒 锄头 打印机等 还要腾出手来 帮助别人 虽然是举手之劳 但是对于被帮助的人 就是莫大的感动 俗话说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那些帮忙捡水果的学生 手上会有水果的香味 如果你帮别人做了什么 就会有对应的味道 并且这样的味道 会让你开心很久 那一句谢谢 会让你的生活有滋有味 形象也会变得高大起来 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 你最需要的是别人给你的帮助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将不再会看到别人得不到帮助时 焦急的脸庞 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 乐于助人 爱在人与人的问候 与帮助中 有时在对别人进行帮助中 无形地向别人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这个帮助 可能是一句话 可能是一笔捐款 可能是一个动作 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献血 捐款 资助贫困与孤寡老人等等 也许你觉得这并没有什么 但对于那个被帮助的人来说 却体会到了你 乃至整个社会对他的一种关心与爱护 一种特殊的关爱 你帮助的人多了 帮助你的人也会变多 从此 你的小家庭融入了社会大家庭 也享受到了大家庭的关爱 游手好闲的人 宋代诗人梅瑶辰说 逃进门前土 屋上无片瓦 食指不沾泥 邻邻居大厦 也许很多人认为 真正幸福的生活 是不要劳动的 只要自己有钱 任何事情都可以花钱去解决 而那些劳动者 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端 错误的认知 让很多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 就是家务活都恨不得请终点工代劳 诗剧里说的是一种恶劣的现象 而不是鼓励我们做食指不沾泥的土豪 诗人的本意是批判那些不懂感恩的剥削者 如果你的手一点都不勤快 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实 生活质量下降了 画家徐悲鸿曾说 懒惰是所价极高的奢侈品 一旦到期轻负 必定偿还不起 有懒惰所落下的东西 该还还是要还的 该来还是要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懒惰既是在浪费时间 更是在浪费生命 因为你懒惰的时候 生活过得同没过一样 拥有了生命又似没有过生命一样 努力 勤奋 自律 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负责 懒惰的坑就在于 它会成为你同别人之间 拉开距离的根本原因 消磨时光 无精打采 平平庸庸 散漫无趣 碌碌无为 终究会失去更多 不停地奔跑 才能让你的生活充实起来 也才能对得住 生命这一段时光 在一个小县城的农村家庭里 有一个叫杨索的人 八零后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儿子 因此父母疼爱有加 任何事情都不安排他去做 杨索十多岁的时候 父母先后离世 可悲的是 他一样劳动技能也没有学会 就是别人教他做点事 也不愿意学习 左连右舍看他可怜 送点食物给他 但是他连清理垃圾 热饭热菜的事情 也不愿意做 因此邻居都不去管他了 游手好闲 一时快乐 一生悲哀 手势白白嫩嫩的 但是生活是一塌糊涂的 老天给了我们一双手 一张嘴巴 就是告诉我们 少说多做 少吃点 多赚点 所以只要你肯努力 不管当下的生活处境 有多艰难 哪怕在每一天当中 愿意付出 哪怕那么一丝丝的努力 假以时日 生活水平就会有所改观 要知道 不论你手头上 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都是体面的 丢脸的 从来都是你骨子里的懒惰 总结 西方有句谚语 一个人的最好朋友 就是他的十个指头 十个手指头 合拢来 就是一个拳头 是力量的体现 十个手指头张开 就可以拥抱世界 一个人的手 是如何使用的 他的生活 就会发生对应的改变 只要手在用 并且不做违法乱计的事情 乞丐也能打个翻身杖 人这一生 纵然没有起死回生之术 也要有枯木逢春之手 愿你我携手共建 创造未来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